會計國中學生用英文流利的介紹著自己發明的作品 而這些作品不僅充滿創意 同時也獲得多個國家的國際發明展肯定 桃園市會計國中透過培養學生創新思考與實作能力 也讓教育局局長笑說想投資學生的創意 這個也是市面上有的買 它也是軟的 所以沒有辦法固化 那經過孩子們的創意 發想 這個就是硬的 這個鋼土交代 這個以後很有前途 我也想投資 很開心孩子的進步 在老師校長的培養 我們會計國中 當然也有中立高中的孩子 在科學創意 這個都是我們未來的小小的發明家 我們應該給他更熱烈的支持 各式各樣獲得國際肯定的得獎作品就成列在桌面上 像是這個防護棉罩就是學生為了因應新冠肺炎而特別製作 將可以大幅減少口罩的使用量 另外還有學生利用物理原理製作綠油湯碗 同樣也獲得國際展金牌的肯定 原本就是因為看到一般的口罩 它其實耗材量非常大 那我們現在這個它裡面用的這邊這一片 這個過濾片 它就是用口罩中間那一層 而且它的面積很小 它只需要用到一般口罩的66分之一 那這樣子耗材量就是降低了非常多 綠油湯碗 那它的工作原理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透過我們油的密度比水還要低 所以油會浮在水面上 那只要我們的水面高度高於我們綠油湯碗中間的一根管子 那它的油就會透過那根管子 從裡面的碗遇到底下的一個肌肉器 桃園市會計國中的小小發明家們 透過將水儲可得的簡易材料 利用物理原理製作成鋼土膠帶 去皮手套 磁力砲 精液脫具等發明 不僅在國際發明展奪得多面金牌的好成績 也讓台灣學生的創意被世界看見 記者 私訊台報導